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供着无现金支付解决方案 Revenue Group Behat提供着一个单一平台的Repair 可提供多渠道的支付解决方案 除此之外 Revenue Group Behat也为金融机构 实体商店商户 在线商店商户和电子货币支付方案 提供了一个交易的平台 Revenue Group Behat的产品就透过了三个部分 给予提供 第一个就是终端的部署 电子交易处理 以及支付基础构架的有关解决方案 还有它的服务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 Revenue Group Behat马股代号0200 52周股价的表现是如何的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52周新低是在 每股10及01 然后52周新低呢是在2块4毛2 每股 这家公司过去四个季度的表现的 Return on Equity回酬率大约见于8.10% 然后呢现在的P Ratio 我觉得它的估值是在122 算是蛮高的 对我来说 然后呢Earning Percent连续四个季度呢 是在1块6毛2 它的P Ratio会比较高呢 是因为投资者对于Revenue这家公司的期望哦 是比较高的 所以呢投资者也给出了比较高的估值 然而这家公司的Net Tangible Asset呢 也就是它的有形资产呢 是每股0.2哦 这家公司的Market Capitalization是887.5个Million 然而它所拥有的share呢 是448.24个Million的股票的 这家公司呢最近呢是属于下跌的趋势 然而呢这家公司的前景还是属于不错的 因为管理层呢虽然说它的主要业务是在马来西亚 但是管理层也有积极去开发在其他国家的业务的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 对比2019年的它的Sales呢是如何的 可以看到它的Revenue呢 对比2019年呢是下滑的现象 单个季度来比呢就下跌了大约将近2个Million 从13个Million下跌到了11个Million这样子 然后呢Electronic Transaction Processing呢反而是有增加的趋势 从5.5上升到5.6个Million 然后呢它的Solution跟Service也就它的解决方案啊 一些服务呢也是有增加了 从3.5个Million增加到了3.8个Million 但是整体来说还是处于下跌 稍微下跌的一点的现象 毕竟呢因为Covid-19让它的那些一些Transaction啊都Delay了 而且一些交付呢也延迟了 在这个图呢你可以看到哦 其实Revenue Group这家公司呢只有在马来西亚的运作 并没有其他国家 虽然说管理层一直积极去在其他的国家 尤其是亚洲国家 比如说柬埔寨、菲律宾还是其他亚西安国家开发 但是还未取得一些进展啦 还是需要一些时间的我觉得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 Revenue Group这家公司的未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吧 还有它的一些前景 首先呢它就要扩大他们的电子支付网络在马来西亚 Revenue Group它这家公司呢 它继续扩展着在马来西亚的电子支付网络 而且并将继续购买或者并购啊 或者是部署一些拥有以下一些新的数字支付终端的一些公司 而且呢它也希望呢可以接受支付卡和快速响应的一些付款 也就是QR Code的payment 也就是你scanner QR Code就可以马上付款的服务 然后呢Revenue里面的有一小组呢 就目前正在跟他们合作的伙伴呢 就一个新型的数字支付终端的开发呢 测试认证提供给银行的服务呢 在部署着 而且会通过阶段性的部署到市场 也会开发到市场 除此之外呢 Revenue Group这家集团呢 也和不同的电子钱包发行人有着紧密的合作 将付款接受纳入数字支付接线的终端那边 所以呢你可以看得出 Revenue Group是有计划慢慢慢慢 by face by face 这样子的进行着的 Revenue Group 第二个计划呢 就是会进行它的区域扩张 由于呢他们的业务都是集中在马来西亚的 所以作为未来业务发展的另一个部分呢 其实Revenue集团是有打算扩展到它的东盟市场 而且他们已经确定了两个有潜力区域扩张的国家 那就是缅甸和柬埔寨 在这一方面呢 Revenue Group的管理层呢 都会跟这些国家或者是马来西亚当地的一些金融机构 又或者是当地的行业参与者合作 并且那些都是有设有了电子支付的服务金融机构 还有各种卡啊 还有一些online的处理服务 这都是Revenue一直有在积极跟进的 但是由于COVID-19大流行的爆发呢 导致每个国家在2020年呢 都有着旅游限制 这让Revenue集团呢 需要更加多的时间来实现它的业务扩展策略 然而经过他们深事数据后呢 Revenue的董事部决定延长审核的期限 所以呢会延长那个业务扩展呢 到36个月这么久 这对Revenue来讲呢 并不是什么好消息 因为呢它的回酬会变慢 所以呢它的股价呢 你可以看到过去的表现只能说是中规中矩啊 就是因为它在它的区域扩张上面 它的sale上面呢 其实是没有任何的惊喜的 Revenue Group of Heart呢 接下来也会增强它的repay 还有扩大它的IT团队 由于IT呢 已经构成了它们的主干国 而且是它们业务应允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因此对它们而言呢 一直不断的加强它们的团队呢 是非常重要的 升级还有维护它们自制的repay平台 还有其它相关软件的系统呢 也是revenue非常注重的 尤其是现在网络攻击啊 还有一些网上的安全技能呢 revenue group of heart呢 都是一直不断在更新 也在加强的 而且呢 集团也在寻找IT的人才哦 如果你是IT的人才的话 不妨寄一个resume或者cv 到revenue group of heart吧 revenue group of heart 第四个计划呢 就是增值它的解决方案和服务的收购 它们收购了那个scanpay 还有wannatalk 这将使它revenue集团呢 提供额外的增值 而且也给客户提供了 更加好的解决方案和服务 还有呢 要补充了一点是 revenue集团现有的业务呢 对于B2B还有B2C的解决方案呢 也会更加的顺利 这也让我们看到revenue集团呢 并不是一直停滞不前 而是它有一直不断的 在增加它的service啊 还有加一些value added的solution 给它现有的客户的 revenue集团呢 也正在研究和开发 更加多的电子解决方案 以便让它们的系统更加的完善 还有呢 它们的解决方案呢 将使它的顾客更加忠于它们 因为呢 它们提供了一些奖励兑换 折扣券和一些礼品卡 除此之外呢 一些账单支付呢 也可能通过 它们最新的数字提货付款终端呢 进行着 revenue集团呢 也在研究还有开发 包括以下在内的一些发行技术 就比如说 利用人工智能提高支付的安全性 revenue集团呢 将能够利用 Wonatalk的免布识别中心的产品和服务呢 以增强支付的安全功能 而且revenue集团呢 也着手开发着新的生物识别 还有一些支付的技术 这家公司虽然目前的估值过高 但是我相信在接下来的日子 也就一两年内 如果它可以达到了区 它的sales呢 能够冲破马来西亚 到海外去 而且有更加高的技术含量呢 我觉得这家公司是值得大家期待的 但是这里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买卖要自付哦 如果你喜欢我们这样的介绍的话 请按赞订阅分享我们的视频 谢谢大家的收看 祝愿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